很多坏友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养的食糊 无缘无故就出现了烂根 平时也没有积血也没有肥害 其实这种原因多数是由于害虫引起的 因为小害虫躲在土壤里面没有发现它 它在不断的啃咬根系 所以就导致了伤口出现感染 出现续菌导致烂根的问题发生 所以我们养护食物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一定要适当的给它使用杀菌药 那么在家庭养护为了简单方便 我们可以直接使用这种独立包装的敷虫胺 这种敷虫胺它是独立包装的 使用起来非常简单方便 我们只需要起一粒出来 以后将它打开 直接往盆面撒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通过浇水它就会溶解到土壤当中 杀死土壤中的一些虫卵或者是肉虫 这样就可以完全避免这种问题的发生 因为夏季是小害虫的高发期 所以我们一定要防一防 用这种敷虫啊 两个月给它用一粒就完全足够了 好 这一期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 是吧 是吧 谢谢大家